哈喽小红薯的宝门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今天的Facebook 我现在在我的家好久没有回来了 我刚洗完脸 然后呢准备来敷个面膜 因为我一会儿要出去 我要跟钟蜜见面 我听到有很多人就跟我讲说 之前有分享的面膜真的太贵了 然后让我分享一个评价 然后又好用的面膜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性价比非常好的 评价好用的一个面膜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春雨的 春雨的解渴面膜 然后里面是这样子 一个一个小包装 它叫就是像果冻一样 好吃的布丁面膜 它不是吃的 它是涂的 然后这款面膜呢就非常的补水 我已经用了我看几片了 一二三四五 这很重的五片 它呢它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包装 非常的方便 出门带也非常方便 它是有八重玻尿酸 它是这种清亮的这种 褶礼质地 一个一个分开包包 来 盒上的不要浪费 它里面有那透明的小颗粒的这个质地 里面就是这种小微囊 就一颗一颗那个小微囊 超级无地补水 我是喜欢厚涂 所以我会涂个二十分钟 然后像我妆前来我涂完我二十分钟之后我洗掉 然后上妆就是皮肤超级水 因为我觉得真的补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特别是最 其实是最最最最重要的 就是最开始的那一步 要先皮肤你的水 放掉补充的非常够 然后呢 接着才是 美白啊 抗皱啊 这种功效 然后有一些朋友 他们就喜欢薄涂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要看大家的喜好 因为我自己是喜欢厚涂 然后这款折梨呢 折梨面膜就是 首先就不用说 第一它品价 第二它补水 第三它非常的方便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 就是性价比非常好的一个面膜 厚乎薄乎都可以 然后我呢 我当时就跟他们买了 另外呢 他们家的另外一个清洁的面膜 就这种鞋子的 我也是用了三个 用了三个 这个鞋子的这个面膜 这也是小布丁 也是这种一个一个的 春雨的小布丁 它是叫鞋子面膜 紫色的 你看它上面就有个茄子 它上面就有个茄子 然后这个泥膜呢 它敷在脸上 我要给你们看了 好浪费啊 等一下我敷完了吧 我敷完这个 我再做一下情节面膜 不要浪费 这种质地的 因为它的质地呢 它也是一颗一颗的小颗粒 然后这种清洁面膜 特别的绵密 它这个泥膜呢 敷在脸上它不会像 它不会有这种紧绷感 对 它不会有这种紧绷感 跟那个干涩的感 像这种泥膜的话 就是一周大概敷个 一到两次清洁 因为它是清洁类的 冬天可以 就是少敷都可以 对 但是还是需要 如果说你的包包 也备一个啊 你突然觉得 今天我的角质啊 或者是觉得我的 觉得需要清洁一下 因为化妆化的太多的话 就可以用它 反正也是带起来 非常地方便 他们家的这两款面膜 我都是觉得 平价又好用 性价比非常高的 一个面膜 所以希望大家喜欢 好了 今天的Facebook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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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